左手拿着李指甲 接着右手拿梳子辅助 替顾客做造型 手练中又不失细心 他是顶尖发型师黄一峰 创立美发沙龙获好评 也连续多年被金马奖指定 担任后台发型团队 看到就是每一个人对事情的要求 我觉得都是在一个很极致的状态 我在后台看 我就觉得我好像在学习我的 我的自我的价值观 然后我觉得我一直在提升我自己 同时美发业18年 发型师Wi曾替艺人做专辑造型 大时装秀场也能看到他的身影 金马团队看中他的才华 邀请他成为伙伴 Wi也分享典礼后台的事 每次来就是一个团队一个团体 所以觉得在人员的发牌 跟在调度这个部分 就会比较辛苦一点 一个人可能同时要负责 可能十几个人的发型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会紧张的 但是我们都挺过来的 去服务那些入围者 然后照顾他们 这是很困难的 发型师团队透露 人员调度安排得以最为困难 Wi也说神奇的事 总在最后一刻 都能让引人亮丽登场 其中替国际导演李安操刀 让他印象最深刻 因为所有人来到 来到后台都希望弄得很好看 然后很帅很有质感 然后他的要求就是自然 然后我说要喷嚼 他说我不要 他说不需要 他就说输整齐就好了 那替李安照顾发型 让我以直呼圆梦了 谦虚的他也提到 团队中的每一个人 不逼迫他们创作理念 就能展现出最好的样子 体验新闻罗绍张启云台北报道